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研究生并且留校就在这段时间里面 他受到过完备的学院的美术基础教育 所以他有一个比较好的艺术基础知识或者是技术 那么在这个时候他80年代初他来到海南 海南就是艺术学院当院长 所以这个时期又到了海南以后就是下海了 那么下海了以后他没有忘记到他的艺术史研究 一直是在从事商业活动同时又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美术史人的研究 因为他留校的时候是做这方面的美术史人研究这个教学和著作 那么后来相当长的时间他是从事商业活动和艺术著作 美术史人研究著作活动 所以我说他你有两个脑子 我说你既从事商业活动又从事艺术史人研究和创作活动 这段时间他花花不多 那么我已经有23年没有跟他交往了 我们曾经在1999年他请我到上海租了一年 跟他获作我写了一本《世界美术大典》 这个是跟他获作的 他提供了很多资料 那么从这个以后我就知道 他在美术史人研究方面著作很多 这个创作作著 所以他是一个企业家 美术史人家 现在又是一位画家 因为对美术史人的研究 可以通效世界艺术发展 他有可能了解 从古到进的中细的艺术发展历程 那么我们作为一个美术史人研究的人 不仅有理论之道 死的知识 美术史的知识 而且他能够概括自己所需要的 从事创作的一些营养 那么他在西方有留学或者是考察或者是研究 又获得了大量的 这种感受 从中他误出很多 尤其后来定居美国以后 因为这个西方的艺术 古代就存在西欧 意大利西拉罗马 意大利 后来呢 就是法国 就17世纪 就是说 艺术的中心在法国 到19世纪 20世纪 二战以前 艺术中心在欧洲 二战以后呢 西方的现代艺术 最近走向美国 所以对现代艺术的认识了解 到美国去 后来他定居美国以后呢 对美国的艺术啊 如何吸收西方古代的 近现代的 就这种体现在美国的艺术家 艺术创作过程中 而且这个时期他居住在美国 在美国接触了很多 20世纪后到21世纪初的 美国艺术的发展 现当代艺术的发展 所以他的观念是 从传统走进现代 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他的艺术史的缩写 有助于艺术与绘画的创作 所以这个是 但是我跟他呢 刚刚看了这些作品以后呢 我的看法是这样 他的观念是从传统走进现代了 但是他的绘画 还在从传统走进现代的构成中 从他的这个画里面 我看到有几个非常重要的 或者是别的油画家 不具备的几个方面 第一 题材的选择 因为一般的油画家的这个画的题材 比较广泛 我见到什么画什么 而他转租于这个高尔夫球场 因为一般的人 因为高尔夫球不是一般的人 能走进去的 那么他有这个条件 可以做这一项运动 在做这个运动过程中间 尽力了很多不同的高尔夫球场 实际上尽力了不同的自然风景 那么在这个时候 他的脑子里面就是说 通过高尔夫球 打球 球的运动 构成了 这是人和自然的关系 所以这个 他就对高尔夫不同的球场 不同的自然景观 去认识 去感悟 去表现 因此 他的艺术理念里面 既有传统的写事 又有中国传统的写意 又有西方 油画追求的本体语言 色彩塑造形象 又有人们习惯的 思觉的 自然的 那种广色变化形象 在表现上面尊重自然 但又不究限于自然 这是中国的传统的理念影响的 所以在他的话里面的话 总的来讲是传统的 是写实的 但又不是自然主义的写实 自然主义是看到什么发什么 而他是有选择的 这里面就有一个中国传统的 异象表现 所以我说他的这个油画 是从传统走进现代的过程中 那么看他的话呢 基本上是色彩 是自然感悟到的色彩 从他的造型 是搞不同的高尔夫球场 变化的那个客观自然的景象 所以我感觉到 他有一个就是说 我们中国人 中国画家有一个特点 就是说以题材出名 例如提到曲背红 画马的 提到曲波舌 画瞎子的 但是在西方油画里面的话呢 可能是肖像画家 可能是历史画家 可能是风景画家 因为西方是对人的关注 更多的是人 从十八世纪以后呢 转现对自然的关注 例如英国的康斯坦布尔 我看他的画里面 就有英国人的水彩画的 比较轻松的 愉快的那种表现 那么到了十九世纪呢 印线派出现 那么他就出现了 用光和色来塑造艺术形象 在这个时候呢 他呢也吸收了 那么印线派之后 那么就是对光色不再关注了 就是去表现 带有永恒性的一些自然景观 像塞上以后 那么他选择的高尔夫这个球场 作为自己的主要题材来表现 有一个很大的启发 就是说吸收了 中国画家以某种题材 而在社会上树立自己的 艺术风格和表现 他做到了 就是我就是画 不同的高尔夫球场 以后张烧虾 一提到张烧虾 他是画高尔夫球场的 齐北宏画马的 齐佛舍画虾子的 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 他也是吸收中国的这个传达 我认为是这样 另一方面的话呢 就是说他的这个油画的色彩呀 这个也是在东西化 就和中国人喜欢的就是表现了 固有色 就是在正常光纤下面的 那个自然的色彩 那么在他的这个里面的话呢 有这一部分 就是尊重自然 那么从画的意境来看 意境来看 这个跟他的经历有关系 因为他在做这个经商的时候 是成功的一位企业家 他在搞美术使人研究的时候 他是一个成功的美术使人家 那么现在呢 把这些呢 这个才能集中起来 来画画 他又是一个成功的画家 这个成功表明 他的艺术史的理解 跟现实结合 就是理论跟世界线结合 这个他是有他这个深刻的内涵 跟一般的画家 只有在技术上面去探讨 不一样的 所以我认为呢 他是在这条路上面 那么中国画家呢 跟自然的关系 是天人合意 我画的这个 就是我今天看这个景是景 再看这个景 不是这个景 而是我把我的思想感情 社会理想美学理想寄托进去了 那么这个景呢 就是画家的主观 跟客观的结合 那么再看他的这个画呢 那就是主客观统一的 就正如我清代的这个王国伟讲的 出景盛情 见景竖情 情和景为一 所以我们看他的画里面呢 有他个人的精神在里面 里面比较潇洒 比较潇洒 比较痛快 这个都是他人生成功的 在艺术里面的精神表现 你看他的画里面都很舒畅 色彩也好 造型也好 是写色的 但又是快乐的 因为他没有追求 我说的没有追求 就像现在的画家 要迎合这个社会 迎合这个时代 他没有 就是这是我自然 这是我胸怀 这是我情感 所以他的画里面 没有更多的 思索的 或者时代的功利性 就是看他的画很舒畅 很痛快 因为画家就很舒畅痛快 因为画家是个成功的人 所以在画里面 也表现了他成功的 内在的尽人和气质 谢谢 谢谢 非常好 太好了 跟答您 里面 空的